歡迎回到SNM 我是方法 我是一關 想到中秋節 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 烤肉 沒錯 就是嫦娥奔月 嫦娥吃了長生不老藥 飛到月亮上的廣寒宮 那很多不同版本的 中秋節故事 都跟長生不老 關 喔 像是玉兔倒藥 就是傳說中有味神仙 變成可憐的老人 像狐狸、猴子、兔子要食物吃 狐狸與猴子都有食物可以給老人 只有兔子沒有食物 於是兔子就說 你就吃了我的肉吧 然後就跳到火裡 把自己烤熟 神仙就大受感動 把兔子復活 並送到了天上的月公成仙 變成了玉兔跟長蛾相伴 那倒藥呢? 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的說是賠嫦娥倒藥 這個藥就是長生不老藥 還有的版本是說 嫦娥就是玉兔 偷了長生不老藥 所以被懲罰在月亮上倒藥 還有吳剛罰貴 吳剛拜師想學長生不老樹 可是他又很懶惰愛學不學的 讓師父很不爽 師父就帶他去月亮上砍樹 吳剛必須要把貴樹砍倒了才可以回來 但是這一棵樹會無限生長 所以他就只好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那就某種意義上來說 他也是長生不老的 對 在越南有一個阿貴傳說 是說有個男孩叫阿貴 他手上有一棵菩提樹 他用手上的菩提樹幫人治病 治好了很多人 有一天阿貴手中的菩提樹 突然一飛沖天 帶著阿貴飛上了月亮 那些被治好病的人們就為了感激阿貴 每到了8月15日就會掛出燈籠 來慶祝阿貴飛天成仙 而日本也有跟嫦娥奔月非常像的故事 女主角叫做灰夜姬 是火影忍者的大魔王嗎 不是 是足取物語 傳說一個老先生在竹林中砍竹子 意外劈開了一個裡面有小女嬰的竹筒 便帶回家跟老太太一起撫養 女孩長很快 才三個月就長成了少女 因為她長得很漂亮 等到了出嫁的年齡 有好多貴族都前來求情 但是大家都要搶灰夜姬亂成一團 灰夜姬便在眾人的面前飛上月亮 不就嫦娥嗎 對啊 很像吧 自古就有許多的神話都有提到長生不老 像是王母娘娘的潘桃 北歐神話中的伊登女神的金蘋果 這也跟舊約聖經中提到伊甸園裡有一棵 長得吃下就能永生的金蘋果的生命樹蠻相似 是說啊 養大跟孝啊 就偏偏不吃這一棵 神跟人還是要有所區別的嘛 像宙斯不也懲罰了給人火焰的普羅米修斯嗎 嗯 說起來這兩個故事也是挺像的 就是神不想給人類智慧 還有 道教中的煉丹素最後也是在追求長生不老 在傳說故事裡也都是先人才有這個長生不老藥 就連秦始皇也曾經派遣徐服尋找長生不老藥 傳說他就是來到了日本 人類追求不朽的生命是出自於對死亡的恐懼 除了長生不老 這些故事也通通跟月亮有關 但人類無法達到長生不老 於是便寄託到了月亮上 為什麼不是到太陽 因為太陽一直都是圓的 它不會消失 月亮有圓缺 所以才有重生的感覺啊 也是齁 人類對於未知的事情會以神話去做解釋 遠古時期的神話中相信月亮是代表不朽與重生 和這些長生不老的傳說結合後 才一直流傳到現在 追求長生不老真的是件好事嗎 關於這一點其實我們剛剛輝月姬的故事還沒有說完 還有後續啊 當時各方貴族提親失敗 天皇聽聞也來參一咖 雖然輝月姬當下是回絕了 但還是跟他寫了三年多的情書 看在人家是天皇的份上給他一點面子 直到8月15前輝月姬才向老夫婦吐露自己是天上的人 離回到天上的日子不遠了 天皇聽到這個消息便派軍這首在輝月姬的門前 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輝月姬要回到月亮的結果 輝月姬臨別之際呢 就留下了一些長生不老藥要送給天皇 但是天皇覺得若是沒有輝月姬 那要長生不老又有何用呢 對啊這麼說的話這個 失去目標的永生其實也是挺可悲的 後來他便派人將長生不老藥 投入了富士山山頂的火山口中銷毀 魔戒你 很像喔 剛剛不是有提到徐福嗎 他的墓就是在富士山山腳下 喔有這麼巧合的嗎 而且因為投入了長生不老藥 富士山其實也叫做不死山 聽起來非常合理 不過徐福跟秦始皇一定覺得天皇很靠北 是齁 一開始在人類的眼中 月亮自盈灰中誕生出不朽的象徵 再延伸成為各種神話故事或永恆女神 也成為文人雅士的題材 賦予了各種浪漫的情懷 就這樣月亮一路伴隨人類文明成長 到了現在 則代表我們團圓的意義 就這樣做了